小保姆勤劳能干 但是总拿家中馒头 她的可疑行为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是因为大刚的奶奶要来 而家里地方又太小 黄浩虽然对芳草失望 但还是给了她最大的体面 芳草 这不是块钱你先拿着 等找到了工作 再走 看着芳草阿姨难过的样子 大刚想向爸爸承认错误 可又不敢去 大哥 你让我走 肯定是有不满意我的地方 谢谢你让我做了这么多日子 接着芳草从大刚的房间 拿过来一个包袱 将之前没完成的事情 交代给了黄浩 黄浩一言不发地 听着芳草事无巨细地交代 此时两人的心中 都有一股难言的感觉 为了感谢黄浩 这么长时间的照 芳草早早起床 给他们做了最后一顿早餐 之后便悄无声息地离开 黄浩醒来不见芳草的身影 只在桌子上发现一封信 最后芳草诚挚地恳求 黄浩能原谅她的所作所为 没有了芳草 黄浩手忙脚乱地 伺候好大刚起床 之后又着急忙慌地 坐下吃早餐 黄浩了解缘由后 狠狠批评了大刚一顿 与此同时 芳草也打算带着孩子 回乡下老家 临走前 她又给了大姑一些钱 感谢她这段时间 对孩子的照顾 大姑嘴里说着不要 可接得却比谁都快 芳草离开后 大姑夫气呼呼地 呵斥了大姑 就你这破房子 太好意思收你的钱 呵斥人 黄浩得知误会了芳草 来到大姑家找人 却被告知芳草已经离开 芳草啊 带着孩子上医院去了 求药去了 求完没药啊 就到火车站走了 黄浩紧赶慢赶来到医院 却也不凑巧地和芳草擦肩而过 随后又马不停蹄地来到火车站 可找遍所有地方 也没有看到芳草的身影 一打听才知道火车已经开走 错怪了芳草 让她带着误会离开 黄浩对此很是过意不去 本以为她和芳草此生不会再见面 忘了把钥匙留下 我是来送钥匙的 啊 芳草 看来这传钥匙 还得你留着用呢 看出芳草的犹豫 黄浩拉着她到沙发坐下 接着小芝以情动之一里地劝说着她 希望她能继续留在他们家 芳草犹豫了一会缓缓地接过钥匙 大哥 我出去一下 马上就回来 诶 等一等 我和你快去 去把孩子接来 芳草不可置信地看向黄浩 黄浩表示谁都有困难的时候 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生存真的很不容易 如果芳草早点说明自己的情况 她一定会竭尽所能帮助她 这样也就不会发生这么多的疑问 芳草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 跪在黄浩的脚下失声痛哭起来 就这样 芳草带着女儿住进了黄浩家里 大刚对于这个突然出现的妹妹 很是不喜欢 尤其是爸爸还老向着她说话 气不过的她决定捉弄一下玲玲 玲玲被假玩具舍下的哇哇大哭 可大刚却高兴地满床打鼓 黄浩听到动静跑来喝吃大刚 我告诉你啊 下回再这样我就揍你 我记住啊 玲玲因为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就连吃块鸡肉也是小心翼翼的 直到得到妈妈的允许 才敢把肉放进嘴里 黄浩明白芳草不好意思夹肉吃 直接用碟子给她装了满满一碟 吃了 多吃点啊 我不用这么多 我吃不了 哎 都吃掉 芳草再一次感动得落泪 她已经好久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关心了 殊不知 黄浩给她的感动远不止这一些 知道芳草的生活困难 所以她拿出一百块钱 让芳草带孩子去买几件换季的衣服和日用品 黄浩让芳草不要有那么大的负担 既然他们现在吃起了一锅饭 那就是缘分 只要有大刚的 就一定会有玲玲的 在黄浩的强烈要求下 芳草最终收下了钱 自从玲玲来了以后 大刚很是不高兴 所以她找到好朋友诉说心中烦恼 小男孩害怕自己仅有的父爱也被别人抢走 所以联合小伙伴一起想办法捉弄保姆的女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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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直觉告诉大刚 爸爸一定又要去相亲给他找后妈 他绝不能让这种可能性发生 随后便一路偷偷尾随在爸爸身后 与此同时 小娜也来找黄浩 在和芳草的交谈中猜到黄浩又去相亲了 心情低落地告别离开 大刚跟着爸爸一路来到一家餐厅 看着张牙舞爪的女人 大刚拿起一个香蕉就朝他扔了过去 顺着声音寻过去 黄浩也看到了慌忙逃跑的大刚 破坏了爸爸的相亲 大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开心 反而抱着妈妈的照片哭了起来 芳草问他发生了什么 黄浩气冲冲地回到家找大刚算账 大刚的话一瞬间浇灭了黄浩的怒 扔下棍子走了出去 儿子的话久久回荡在黄浩的耳边 他原本相亲的初衷 只是想有个人能帮忙照顾大刚 他不想儿子一直跟着他三餐不定 同时也不想他小小年纪就缺少母亲的关爱 本就着急上火的他一不小心发展成了重感冒 芳草劝他在家休息一天 可黄浩却表示单位有紧急工作需要他处理 张奶奶拦住正要上班的黄浩 问他昨晚大刚为什么又哭又闹 家里的芳草正贴心地给黄浩准备着将糖水 玲玲看见桌子上的香肠想吃一块 却被芳草拦了下来 就在这时大刘着急忙慌地过来告知 黄浩发高烧住院了 芳草听说之后放下手里的活急忙赶到医院陪护 此时的黄浩被烧得神志不清 芳草贴心地照顾让他以为妻子还在身边 情不自禁抓住了芳草的手 见黄浩还要再睡一会 芳草拜托隔壁的大妈帮忙照看一下黄浩 她回家给孩子做完饭后马上回来 大刚一回家就嚷嚷的肚子 让芳草赶紧给她准备饭吃 却发现芳草没在家 没办法她只能啃起了凉馒头 玲玲见状懂事地给她端过来一盘香肠 大刚问她为什么不吃 听见芳草回来 玲玲高兴地跑过去告诉妈妈 大刚哥哥让她吃香肠了 因为时间紧迫 芳草只简单给两个孩子做了蛋炒饭 芳草不敢告诉大刚爸爸生病了 只说她工作太忙了 把孩子安排妥当 芳草又赶到医院照顾黄浩 就这样 芳草每天在医院和家两地奔波 心思敏感的大刚察觉出不对劲 她问芳草爸爸到底在干什么 芳草没办法只能哄骗她说黄浩出差了 芳草的付出不仅黄浩看在眼里 就连隔壁病床的大娘都赞不绝口 你这媳妇多好啊 小无恙俊不说 咱说对你这一片心思 就难得呀 黄浩点头表示赞同 总让芳草这样两地来回地跑 黄浩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所以她提出出院回家休养 却被芳草以病美好给拒绝了 大刚人小鬼大 她看着芳草最近几天总是早出晚归的 觉得肯定是有什么事 所以悄悄尾随在她身后一路跟到了医院 透过窗户她看到爸爸躺在病床上 担心地飞扑到爸爸怀里 回到家后的大刚开始闷闷不乐 她以为爸爸得了什么大病 所以才会住院 芳草告诉她爸爸只是感冒引起的发烧 让她不要过于担心 在芳草无微不至地照顾下 黄浩终于出院回家了 要不是芳草这段时间家里家外的忙活 她也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安心住院休养 玲玲躲在门外怯生生地注视着他们 黄浩招呼着她进屋里来 这玲玲该上学前班了吧 可我们是外地人 人家不收 这孩子念书 是个大事 黄浩暗暗把玲玲上学的事情记在了心里 也许是这段时间照顾黄浩成习惯了 回到家以后芳草仍旧贴心地给她端来洗脸水照顾她洗漱 两人之间微妙的变化让大刚察觉出了不同寻常 这让大刚很是不高兴 自那之后她便有意无意地观察着爸爸和小保姆 生怕她会成为自己的后妈 芳草这段时间无微不至地照顾 让黄浩很是感激 总觉得自己应该为芳草做点什么 恰逢玲玲也到了上学的年纪 黄浩询问玲玲是哪年出生 全名叫什么 八六年正月生 叫芳玲 跟妈妈的情 觉得 我是她爸爸 那以后又 又有了爸爸呢 红薇过来人 芳草哪能听不出黄浩的意思 不能 为什么呀 要是 芳草还没来得及回答 就被大刚的叫喊声打断 爸 给我两块钱 芳草查局出大刚不高兴的反应 开始有意地和黄浩保持起距离 回到家后 黄浩叫芳草来她房间谈一点事情 芳草故意慢吞吞地收拾碗筷 黄浩久久等不到芳草过来 便让玲玲给她拿过去一张纸 芳草接过一看 竟是玲玲的上学通知书 芳草高兴地冲到黄浩房间 大哥 这是你给玲玲拜下来的 你是怎么办成的 不是不说外地孩子吗 我说她是我的女儿 你看那上面写的不是黄玲吗 说着就递给芳草一个新书包 让玲玲明天上学背着 芳草谢过转身想要离开 却再次被黄浩叫住 她拿出一块手表送给芳草 这样看时间也方便一些 回到房间 芳草正正地看着手表发呆 大刚一眼认出那是妈妈的手表 她问怎么会在芳草手里 大刚的话是芳草陷入沉思 看来这个手表她还是不能聊 自从明白自己对芳草的心意后 黄浩不再坐着等吃现成的 反而一块帮着芳草收拾 更是不让大刚再指使芳草 大刚 你一天比一天长大了 有些事得自己学着干点 吃完饭后 黄浩送玲玲上学 他们三人在一起的背影 好似一家人一样 这让大刚心里很不是滋味 她很怕自己的爸爸会成为别人的爸爸 大刚的情绪芳草尽收眼底 黄浩的细心体贴 让芳草第一次尝到被呵护的感觉 要说她不心动那是假的 可她也舍不得让大刚受到伤害 所以忍痛将手表还给了黄浩 黄浩问她为什么 黄浩不明白明明昨天晚上还好好的 怎么芳草说变卦就变卦呢 芳草的拒绝让黄浩很是难过 不仅茶饭不香 就连上班也无精打采 就连大刘让她去相亲她也不想去 小娜猜测她是不是为了上次夜总会 那个俗不可耐的女人而伤神 大刘觉得不应该 黄浩给人的感觉像是爱上了 谁可又得不到的样子 周围跟她接触最多 关系最密切的只有一个人 那是芳草 小娜觉得不太可能 芳草一个农村女人 既没工作又没户口 并且还带着一个孩子 你别说不可能 我想这么做 看芳草什么态度 一试试试 就这样 二人趁黄浩不在家找到了芳草 他们询问黄浩最近是不是遇到了 什么不顺心的事情 没看见她遇到什么事 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大刘不死心地继续试探 她这里有两张吴大夫给的音乐门票 她想约黄浩一起去听 但是不知道该不该交给黄浩 应该给的 两人都有文化 这回挺合适的 我看黄大哥对吴大夫也挺有好感 两人从芳草的谈话中并未发现任何 留下门票以后匆匆离开 事后芳草随手将门票放在了架子上 自从被芳草拒绝后 黄浩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说什么也不想去 芳草表示就当感谢吴大夫在医院时的照顾 也应该去 可就在芳草去拿票时却发现门票不见了 漂亮的 这边的吴大夫一行人久久等不到黄浩 眼瞅着音乐会就要开始 他们只能先进去 芳草不想因为自己而耽误黄浩的姻缘 于是跑到剧院想找吴大夫解释 却因为没有门票被打了出来 回家后他在门外意外听见 原来是大刚听说爸爸又要去相亲 所以把票偷拿走藏了起来 第二天 小娜怒冲冲找到芳草质问 芳草没把大刚藏票的事情说出来 只说是自己不小心弄丢了 为了消除误会 芳草来到医院向吴大夫解释了缘由 吴大夫本就对黄浩心声好感 见识出有因 便表示不会计较 随后芳草又说黄浩这几天不舒服 希望吴大夫能帮忙去看一下 吴大夫明白芳草有意撮合 于是顺着答应下来 就这样 黄浩和吴大夫进行了第二次约会 可在家的芳草心情却不那么美丽 黄浩和吴大夫都是有文化涵养的人 有着很多相同的兴趣爱好 二人此次约会相谈甚欢 黄浩趁热打铁要请吴大夫来家做客 可黄浩却忘了 大刚对他找后妈的事情十分不愿意 我别 后妈都不好 男孩为了阻止爸爸给自己找后妈 联合保姆的女儿一起捉弄爸爸的相亲对象 只见他往香蕉里扎满了牙签 又把糖果换成玻璃球 哥哥 你可真有办法 那当然了 可他觉得这些还不够 又从冰箱里拿出可乐快过来到厨房 将可乐倒掉以后换成了老陈醋 此时的黄浩也把吴大夫领进了家门 大刚则在一旁 兴在乐破的等着吴大夫出丑 出于礼貌芳草带着大刚过来打招呼 吴大夫递给大刚一根香蕉 大刚懂事的让阿姨先吃 不出所料 吴大夫第一口就咬到了牙签 这什么 黄浩尴尬地赶紧拿出饮料给吴大夫倒上 就在这时 玲玲的出现直接将一切推到了高潮 爸爸 妈妈叫你 黄浩被玲玲的一声爸爸惊呆了 赶紧带着他来找芳草 你叫她 叫你 我没叫你 是大刚哥哥叫我这么做的 要不他把我的头发剪成大秃瓢 黄浩差点被大刚这一系列行为憋出内伤 与此同时 吴大夫正在问大刚刚才的女孩是谁 吴大夫被大刚三两句话讲的失去平静 赶紧喝口饮料压压惊 却不想 怎么了吴大夫 对不起我该走了 黄浩赶紧追出来 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个解释的机会 没什么好解释 你们家的关系太复杂了 大刚自知少不了一顿爱的教训 早早趴在墙上撅着屁股等着爸爸回来 此时黄浩的怒火直冲天灵盖 朱祝大刚就要上手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芳草决定不再藏着掖着 她把从小娜那里听到的一五一事告诉了黄浩 我表姐不喜欢孩子 她生着这么个性格 那大刚怎么办呢 送她奶的家呗 或者是姥姥家 以前她也曾一门心思想撮合黄浩和吴大夫 可是她没想到吴大夫竟然容不下大刚 方草不希望黄浩为了一个女人而抛弃自己相依为命的儿子 她知道这些话可能不中听 但这些都是她的肺腑之言 她真心希望黄浩能三思而后行 方草的话黄浩听进了心里 可她却发愁到哪里能找到那种好女人 晚上 大刚听从方草的话向爸爸赔礼道歉 看着面前可怜兮兮的儿子 黄浩也没了脾气 其实这些事情也不能全怪儿子 她对于相亲的事情确实操之过几晚 因此难免忽略了儿子的感受 父子两个彼此道歉 互相拥抱 大刚睡醒一觉起床上厕所 迷迷糊糊中她仿佛从方草的身上看到了妈妈的影子 第一次如同温顺的小羊羔一样向方草敞开心扉 你有好多好多地方特别像我妈妈 大刚越说越伤感 直至低下了头 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和要求就告诉阿姨 我一定会向你妈妈的儿去做 第二天 黄浩让方草交给吴大夫一封信 方草不知怎么了 觉得心里很是不舒服 兜兜转转 黄浩还是觉得方草最好 他们是个乡下人 你就不怕别人笑 这些外在的因素黄浩并不担心 他知道方草的心里肯定也有他 只是不知他为何一直选择逃避 随后 黄浩又来听取了张奶奶夫妻俩的意见 他们一致认为方草是个好女人 也一定会是个好后妈 为了让儿子尽快接受给他找后妈的现实 黄浩决定明天带着他去公园玩一天 顺便给他做一下思想工作 方草以为自己到了快要离开的时候 所以打算连夜给大刚缝好年库 方草虽不情愿 却也强忍答应 谁叫他是人家保姆呢 第二天四人在公园里尽情玩耍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一家四口呢 午餐时 他们席地而坐 共同庆祝这快乐的一天 趁方草带玲玲上厕所的时候 黄浩把大刚叫到身边 大刚说就算没有人照顾他 他也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自己洗衣服 自己做饭 就他和爸爸两个人生活就很好 黄浩认为大刚在强词夺领 那种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 你还没过够吗 你还没过那种脖子上挂着钥匙的日子吗 那我也不要后妈 你知道 小石头的后妈 是怎么对待她的吗 黄浩告诉大刚看人不能一概而论 方草阿姨和小石头的后妈是不一样的 他现在不是后妈 等他大了后妈 那就会变样的 布子俩的谈判进入了白热化 谁也不肯让谁 你找吧 你把我妈给忘了 你找她吧 反正我不理她 反正我不跟她叫妈 儿子的反对并未动摇黄浩的决心 芳草淳朴善良 温柔贤惠 她坚信她一定会是一个好后妈 如果这次她再放弃芳草 那么她想她以后绝不会再遇见 第二个像芳草这么好的女人了 随后她拿出结婚礼服 想让芳草帮忙试穿一下 芳草浑身都写满了抗拒 黄浩看芳草还没反应过来 便想再接着逗逗她 她说她的新娘是一个热情大方 富有爱心的好女人 芳草让她不要再说了 这几天她想了很多很多 姻缘富贵天注定 是争不来也抢不来的 她只当自己没有那个好命 她问黄浩自己是现在走 还是留下来在做点什么 芳草有些生气 太不把人当回事了 不仅要给你是新娘装 还要给你打扫新房 可没办法 谁让自己现在还是人家的宝女 只能忍痛答应 黄浩见斗得差不多了 急忙喊住要离开的芳草 芳草这才明白 原来黄浩口中的新娘 竟是她自己 她一时高兴地 飞扑进了黄浩的怀里 大刚找到芳草 说自己想求她一件事 你不和我爸结婚 行吗 大刚的话让芳草陷入了两难 她喜欢黄浩 可又舍不得伤害大刚 自从和芳草 确认了彼此心意后 黄浩总想着 对芳草动手动脚 这大概是热恋中 男人表达爱意的方式吧 可芳草却无法做到 坦然接受 因为她要顾忌着 大刚的感受 她不想让大刚不高兴 思虑再三 她还是决定 把黄浩送她的手表 还了回去 黄浩看到后 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芳草吱吱吱吱的 回答不上来 她不能把大刚说出来 玲玲问大刚哥哥 什么叫结婚 大刚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吃饭的时候 黄浩对玲玲照顾有加 大刚吃醋的饭 也没吃完就上学了 玲玲让大刚等等自己 黄浩让她不要着急 吃完饭爸爸送你去上学 黄浩告诉她 不要听大刚的 要听妈妈的话 妈妈让叫爸爸 你就叫爸爸 玲玲告诉妈妈 自己不想吃饭 芳草一摸玲玲额头 发现她发烧了 二人慌忙将她 带到医院治疗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黄浩上班去了 没成想 她刚走竟然来了一个 不速之客 原来是芳草的前夫找了过来 她张口就向芳草 要一千块钱 方草说她只是一个保姆 哪有那么多钱 况且就算有钱 她也不会给她 因为他们早就离婚了 赵福财威胁芳草 如果不给钱 就去找黄浩药 芳草没办法 只能把兜里仅有的 一百多块钱给了她 赵福财的出现 让芳草害怕极了 她拿出当时的离婚判决书 我得尽快告诉黄大哥 不管怎么样 不管她能不能原谅 毕竟 我也不告诉她 我真害怕失去的 区区一百块钱 根本满足不了 赵福财贪婪的内心 所以她直接找到了黄浩 芳草在阳台看到这一幕 吓得赶紧飞奔到楼下 生怕赵福财会说出 什么过分的话 却因情绪激动晕了过去 朵是躲不过去了 芳草向黄浩坦白一切 前夫生性是赌 不仅输了房子和地 还把她和女儿一并输了进去 芳草被她伤透了心 所以到法院申请了离婚 本想着今生不再和她有任何瓜葛 不成想前夫死皮赖脸的 竟然找上了门 任凭芳草怎么敢 她就是坐着不动 并且还大言不惭的张口 要一万块钱 黄浩对赵福财的话充耳不闻 直接掏出二百块 让她买车票走人 赵福财嫌弃钱太少 二百块钱就想打发她走 没那么容易 今天要是不拿出二八千的 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黄浩告诉她 原则上她一分钱也不该给她 芳草已经和她离婚 不管她承不承认 法律上都是生效的 黄浩劝她实施物质为俊杰 不然等到警察来了 不仅拿不到一毛钱 说不定还要吃官子 这些年芳草为了生计四处奔波 为了给孩子治病 更是到处捡破烂 堂堂七尺男儿 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保护不了 说出去不是让人笑掉大牙吗 赵福财被说得无地自容 起身想要离开 却被黄浩拦了下来 她示意芳草把那二百钱给了她 芳草和黄浩决定 在家举办一场小型婚礼 一大早二人就忙里忙外地张罗着 芳草看到黄浩把大刚妈妈的照片 换成了自己的 害怕大刚不高兴 急忙把大刚妈妈的重新摆了出来 玲玲感叹房间布置得真漂亮 接着她又看到芳草的照片 和妈妈的摆在一起 生气地将照片反扣起来 黄浩买东西回来后 再次将照片换了回来 她让芳草赶紧去换衣服 一会客人们就要来了 晚上 亲朋好友来为一对新人庆祝 换好新娘装的芳草 不禁让众人眼前一亮 所有人都为黄浩和芳草的结合感到高兴 唯独大刚一人闷闷不乐 黄浩让她改口喊芳草妈妈 众人也纷纷跟着复合 可大刚却是一脸的不情愿 算了算了 孩子你是大夫人敢不要考 别难了孩子 就叫阿姨吧 为了缓解尴尬 大刘让玲玲改口叫黄浩爸爸 玲玲本就喜欢黄浩 所以很痛快地就喊了爸爸 大刚怒了 她警告玲玲那是她的爸爸 如果再喊就会揍她 大刚 不喜欢 想让我管你叫吗 我不叫 我叫不叫 回到房间的大刚 把满腔的怒火都发泄在了芳草的被褥上 张奶奶原以为大刚有了后妈会受委屈 却不想正正相反 反而是芳草受的委屈更多一些 她叮嘱黄浩一定要好好对待芳草 大刚趁大人不注意 偷偷跑出来找小石头 她想让小石头陪着自己去看她妈妈 小石头担心大人找不到她们怎么办 大刚说大不了挨一顿胖奉 就这样 两个没妈的孩子伴着月夜来到了殡仪馆 他们趴在大门上 远远望向有妈妈的地方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这边的黄浩和芳草发现大刚不见了 急忙来到小石头家找人 却被小石头后妈告知他们一块出去了 对了 你这孩子跑到这边走的 黄浩猜测大刚肯定去看妈妈了 自从他妈妈去世以后 他已经去过三四次了 与此同时 大刚自己回到了家 看着满屋的大红洗字和彩带 只觉异常生气 够到的用手去撕 够不到的用棍子也要扯下来 没一会儿 找不到人的黄浩和芳草也回来了 看着满屋的狼藉 他们知道一定是大刚干的 黄浩气愤的要找大刚算账 却被芳草拦了下来 孩子回来了比什么都重要 大刚乖乖趴在墙上等着爸爸 已经做好了挨打的准备 你打吧 打死我你们就当乐了 我不知道 这家就我爱上 从妈一家回回来了 你就叫我爸打我吧 芳草向他保证 以后绝不会再让爸爸打他 晚上 两人正要睡觉 玲玲抱着枕头过来问他睡在哪里 他只想跟着妈妈在一起 芳草没办法 只能带着他回到房间 安顿好大刚休息以后 开始哄玲玲睡觉 却不想黄浩抱着枕头也过来 两人本打算等孩子睡着以后就离开 哪曾想大刚像故意一样 抱着爸爸就是不撒手 第二天大刚醒来 看到妈妈的照片又被换了下来 这次他直接选择将芳草的照片藏起来 芳草收拾的时候 在大刚的枕头底下发现了自己的照片 芳草没有怪大刚的意思 反而很理解他的做法 就连黄浩问起照片的事情 也只说是自己换下来的 晚上 大刚告诉爸爸学校明天要开家长会 务必让家长准时参加 可黄浩明天也有一个重要会议不能缺席 于是他让芳草代替他去 顺便也让老师同学们知道大刚有妈妈 芳草生怕给大刚丢脸 衣服是反复地挑过来捡过去 却不想 大刚竟在老师面前给了芳草一个大难堪 这位是你家长吗 他不是 他是我家的皇母 芳草被大刚的反应伤透了心 自己如此掏心掏肺 却依旧换不来他的认可 他没有揭穿大刚 反而顺着他的意思告诉老师 大刚的爸爸工作太忙 所以才让他来的 红为后妈 小石头的后妈看芳草太过老实 于是将他拉到一边给他出主意 你家这孩子 太没规矩了 那不需要他呀 你也别瞅我他呀 打下这个点啊 你那日子就没法过了 连老婆算上都得给他治住了 芳草只是笑笑没有搭话 因为性格使然 他是绝对做不出这种事情的 小石头后妈越说越激动 别的不行 可管孩子他却十分有招 脑一打二乏三流动 这几天下来呀 他就服气了 课堂上老师的话更是让芳草无地自容 夸赞大刚的家长特别负责任 自己有失不能来 所以让保姆代为参加家长会 小石头的后妈想反驳 却被芳草拦了下来 家长会结束后 小石头后妈则骂大刚简直造反了 让芳草告诉黄浩揍态一顿 他怕要烧软的 你这笑他 打不他 芳草心中委屈 又无处诉说 只能躲在一旁默默落泪 可他的委屈大刚却全然不知 还在为自己捉弄芳草而沾沾自喜 小石头担心他回去会挨揍 小石头觉得大刚在吹牛皮 可大刚却说他在家就是老大 然而小石头羡慕地 却在大刚这里一文不值 芳草并没有将学校发生的事告诉黄浩 只说一切都好 并夸奖大刚很懂事地接他进学校 给他介绍老师 芳草的夸奖大刚受之有愧 只是低着头往嘴里扒拉着反 黄浩心疼地看着芳草 他早已从老师口中知晓了一切 知道了芳草今天所受的委屈 一想到自己过几天就要出差 黄浩愁得一个头两个大 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大刚 担心他不在家他又会闯出什么祸来 芳草让他尽管放心 他一定会照顾好大刚 第二天 黄浩临出差前召开了一场家庭会议 让孩子大胆说出对爸爸妈妈的意见 玲玲说自己对妈妈有意见 随后黄浩让大刚发表意见 大刚摇头表示没有 因为芳草确实对他比对亲生女儿还要好 黄浩希望他不在家的这几天 大刚能好好听芳草的话 作为条件 大刚想要一台游戏机 可以一台游戏机就要一千块钱 黄浩觉得太贵又耽误学习 所以拒绝了他 这话却被芳草听进了心里 送走黄浩以后 他托张奶奶给他找了一份看自行车的工作 他想自己挣钱给大刚买一台游戏机 黄浩不在家 大刚没有了惧怕的人 渐渐地回家越来越晚 甚至还经常朝芳草要零花钱 芳草给的两块钱他压根看不上 为了有更多的钱打游戏 他开始萌生了偷钱的想法 由于今天的钱太少所以没完尽兴 他决定回家再朝芳草多要一些钱 什么 把早饭钱给你 啊 舍得你天天做了 芳草觉得外面的东西都不卫生 以后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做什么 不给 你凭啥不给啊 我不同意你们在外面吃饭 这钱是我爸爸的 也不是你的 你比他不给 芳草让大刚说实话 要钱是不是为了打电子游戏 芳草让他不用管 只要给钱就行 要钱没要到 大刚动起了歪心思 趁芳草不再跑去拿他抽屉里的钱 芳草的钱都是一块两块 看自行车挣来的钱 大刚看不上 随手扔到了床上 转而拿走爸爸走时留下的一张50块钱 拿到钱后又马不停蹄来到游戏机打游戏 芳草自从黄浩走后 就托张奶奶给他找了一份看自行车的工作 因为他想自己攒钱给大刚买台学习机 芳草一如既往的数着开销剩余 可今天却发现少了50块钱 他喊来灵灵询问 问他拿抽屉里的钱没有 没有 那你倒这会来干什么 我来扫地擦桌子 得知误会女儿 芳草满脸愧疚地将他抱进怀里道歉 晚上大刚回来 芳草问他是不是拿了50块钱 好汉做事好汉当 大刚很痛快地就承认了 可他却不认为自己做错 反而觉得他花爸爸的前理所当然 芳草一改往日温柔 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顿 钱是让用来生活过日子 而不是用在打游戏上的 更何况这种私自拿钱的行为是属于偷 大刚不服气地耿着脖子和芳草降绝 我拿我爸的钱不是偷 你才是偷呢 你拿我爸的钱才叫偷 你不是我们家人 我是你爸的妻子 我现在还是你妈 我不但是你们家的人 我还有权管你 王浩不在家 他有义务有责任看光好大刚 你马上把你拿的钱放回抽屉去 不然我就向学校反映这件事情 然后打长通电话 让你爸回来处理这件事情 大刚恶狠狠地盯着芳草 芳草也察觉自己的语气未免太重 不过大刚 我相信你会知错改过的 我相信你会把钱放回抽屉的 芳草走后 大刚哭了出来 不知是意识到了错误 还是害怕爸爸回来 他发狠事地将剩余的钱甩了出来 随后跑到床上放声大哭起来 玲玲过来安慰 也被他立声赶了出去 芳草默不作声捡起地上的钱 之后便看着大刚妈妈的照片陷入了沉思 他不知自己这样严厉地管教到底对不对